敬禮 廖民和尚 敬禮 撒迦正空上司 敬禮 十六世大寶王喀玛巴 敬禮 圖登達爾吉上司 敬禮 韓城三寶 敬禮 今天的父母祖尊 白衣大士如意饱足菩萨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宜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处 廖东周大使夫人 修蒂师姐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登节目制作人 西雅琪师姐 帖帖 讲师 刚叶陈总监 卡尼芬尹雅 高敏幕 师兄康毕 忠 Dragãoеж 梁耀醫師 陽光舞共團 陳妍如師姐 為登記或來不及登記的貴賓 也一併感謝 下個禮拜天是十月二十三日 那麼在山莊舉行 ヤマタガ多界伏魔法會 ヤマタガ大威德金剛 大威德金剛附魔法會 大家都知道大威德金剛 在五大金剛法裡面 大威德金剛 是一個很偉大的金剛護法 也是師尊本人的護法 大威德金剛 現在師尊有兩個金剛附法 在五金剛當中 五大金剛當中 一個是大威德金剛 一位就是不動明王 不動明王金剛 那麼再加上這個大力金剛 就變成三個 三個附法 三個大威德金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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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乖 不乖 謝謝 謝謝你來 今天這個護魔的祖尊 白衣大士如意保足觀音菩薩 他主要的心咒是白衣大士加上寶足 是最主要的心咒 他主要的心咒 他的咒語是這樣子的 那麼一個白衣大士坐在這個蓮花座上 他的手上捧著一個寶足 捧著一個寶足 他的形象 他的形象 那麼我剛剛所看到的白衣大士 他的形象 他不是坐姿 他是站姿 站姿 立姿 一隻手捧著這個如意寶足 一隻手如意寶足 那麼來的時候啊 他的這個白色的衣服 還在這個烘裡面在飄蕩 這個他的蟲裙啊 他的這個衣服 白色的衣服 還在烘裡面這樣子飄蕩的 這樣子來 剛剛所看到的是這樣子 那麼這個白衣大士神咒 其實我剛開始的時候 剛開始信佛 那麼我就唸白衣大士神咒 唸了不知道有多少 這一尊是我很尊敬的 也是幾乎是第一尊啦 第一尊我唸他的咒語唸得很多的 白衣大士神咒 他這裡的法相介紹是 頭頂著蓮花蔓 身著白色寶天衣 右手持如意寶瓶 左手一雁印 或者是白衣大士坐在蓮花上 雙手捧著寶珠 兩種法相借口 至於我看到站立的 所以那個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並沒有一定 但是他的手上一定要捧著寶珠 那麼手呢 是這個菩薩的手印 但是上面有一個寶珠 上面有一個寶珠 有形象 有所印 另外呢 還有真言 他的咒語 就是一個密教本身修法 的一個可以講 就是修法的資糧 統統都記住了 那這個法呢 這個法在這個台灣 心直 傅佑雷葬事 已經傳過 已經傳過了 那大家要看他的修辭的遺軌 好像在網路上有 網路上已經有他的遺軌 其實每一個法最重要的 就是入三昧地 這個出定以後 就要送贊 白衣大士仁贊揚 文聲救苦 既善良 密法如意 最巧妙 莊嚴神威 滿潭腸 這是出定的時候送的贊 這個法很容易行 也容易比較相應 休息久久 身得菩薩加持 放白色的光 黃色的光 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 由窮便富 由賤便貴 功名福貴 全部出現 如果大限到時 可往生到佛國淨土 這是入世跟出世都非常好的 我以前講過啊 觀世音 觀世音三個字 它不是聽世音菩薩 而是觀世音菩薩 這個觀世音啊 這個就很奇怪 它這個名字 我以前不是講了嗎 聲音是用來聽的 而不是用眼睛看的 既然有一個菩薩的名字 叫做觀世音 也就是用眼睛來看世間的聲音 這就奇怪的地方在這裡 為什麼呢 為什麼用眼睛可以看到聲音呢 其實有一個天叫光陰天 光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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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觀世音的天 叫做光 聲音的光 這個光明的光 聲音的陰 叫做光陰天 兩者之間是變化來變化去的 聲音跟光是一樣的 光跟聲音是一樣的 在那裡不用言語 不用講話 不用講話 只看到光 就知道你在講什麼 那裡的天人 嘴巴吐出來的 全部是光 一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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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出現 那裡的天人 他用眼睛看 就知道你在講什麼 你去過這個光陰天嗎 就是這樣子 把所有的聲音變成光 光明的光 所以觀世音菩薩 他可以看到 看到世間的 所有一切的痛苦 是什麼呢 是因為他看到你身上的光 就知道你是怎麼樣子的痛苦 他就知道了 所以他可以聞聲就苦 聞聲就苦 並不是看到你的聲音 在喊他 你只要光聚聚起來了 他就知道你哪裡痛苦 還有一點 人身體上面 各部分都有光 你聽我講 哪有這麼神奇的 哪裡各部分都有光 你身上的五臟 每一個光都很強烈 表示你的五臟 非常的健全 五臟六伏 這個都非常的健全 其中有一個臟 好像是心臟好了 心臟特別的暗淡的光 菩薩一看 就知道你心臟有病 你有心臟病 所以不用你講 你只要站在菩薩面前 他給你全身看光光 全身看光光 你哪裡有病 他馬上就知道了 其實不用你開口 然後我講過 一個這個起零的 一個人在我家裡起零 那我家裡供的 我以前家裡供了很多的佛菩薩 然後他跑到我家來起零 那我回來的時候看見他 我就想說 欸 我不要講話 用意念的 用想念的 看看這樣子 靈不靈 我就不講話 我只是想說 這個起零的人 他在那邊靈動啊 在那邊搖來搖去 搖來搖去 然後我念頭想 讓他的右手擠起來 欸 他右手就擠起來 欸 讓他的左手擠起來 欸 他兩隻手都擠起來 讓他做上吊事 他就開始這個頭就仰起來 要傳到繩子裡面 上吊 叫他做上吊事 就這樣 要上吊 然後叫他做 身體往後養 他身體就一直往後養 喔 他還是有功夫的 這個養到幾乎快平行這樣子 好 身體養起來 他就養起來 我便沒有出聲欸 我只是用默念的而已 就是那麼神奇 佛菩薩都可以把他 就不用講話 他已經就知道我的意思 這個叫做觀世音 他很偉大 他這個 你祈求他 他從如意寶珠裡面 可以變化很多的財寶 你想要什麼 從這個如意寶珠裡面顯化出來 那你相應了 那你相應了 你就會得到他的四福 你想要什麼 就會有什麼 這個是白衣大士 如意寶珠觀音 這個白衣大士如意寶珠觀音 在心直 這附佛佑雷障師 這個傳過 我們今天在講這個道果 這個三十七的菩提芬 中屬世間道者 以四神族 就四如意族 配初極界 四念柱配中極界 四正段配後極界 這句話 可能你們一看 哎呀 夢叉叉 這些不滴啊 不滴 不滴啊 不滴 這個看來以後 我們會覺得想講一句廣東話 你說什麼 三十七菩提芬 中屬世間道者 以四神族 四如意族 配初極界 四念柱配中極界 四正段配後極界 你如果不研究佛法的人 你念了這一段 不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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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滴 還是滴 滴 滴 不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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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豬啦 他是講說 其實我跟大家講 他這句話就是講 後極界 後極界 就是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 後極界 中極界 就是中等的境界 初極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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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開始修行的界 開始修行的界 也就是初極 中極跟高極 我們把它想成 高極的 中極的 初極的 就是這樣 然後呢 以四神族 什麼叫四神族啊 大家聽到神族 哇 一定可以在空中這樣子 飛來飛去 飛過來飛去 那是神族通啊 飛來飛去 以為是這個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是跟你講 禪定 他分成四個神族 這個定 有四個神族 第一個是我定 我在做禪定 第二個是心定 不只是表面我在做禪定 而是心在做禪定 你的心在做禪定 第三個 極禪定 極的禪定 把外在的我跟心 集合起來 做禪定 這個叫做極禪定 第四個 就是精進禪定 你為了這個 能夠禪定 非常精進的在修禪定 這就是四神族 我心集精 四種神族 叫四神族 也就是四種成就 其實任何一個法 最終的目的就是入三昧地 最終的一個目的入三昧地 什麼叫入三昧地呢 本真跟我合一 一加持我 進入三昧地 就是禪定 這個是最重要 因為只有在禪定裡面 能夠把你的 餐成之 遺漫 種種的業障 給它消除掉 我講過一句話 今天中午在午餐的時候 我講了一句話 只有自己做禪定 把全身放空 所有業障才能夠消除 當然 你持咒也可以消業障 觀想也可以消業障 所應也可以消業障 最重要三則合一起來的禪定 是真正的消業障的方法 可以分解嗎 可以 一個人坐著 他的皮膚就變成大地 前身的毛就變成樹 兩個眼睛非常虛空 變成太陽跟夜亮 頭髮就變成樹木 樹木 這個口呢 就變成海 裡面的液體 水呢 就變成海 那骨頭呢 就變成裡面 三河大地裡面的石頭 那所有的把你的身體 全部地水火風 全部變成地水火風 三河大地 就是空掉了 你人就沒有了 兩個眼睛 兩個眼睛 變成 一個變太陽 一個變夜亮 把你的身體變成地水火風 把你前身的毛變成樹木 在大地上 你就變成沒有 空呢 以後呢 你本來有的夜障 全部進入西空之中 化為烏有 這是消除夜障很大的一個法 消除夜障很大的一個法 你聽過嗎 你身上的毛啊 這個師尊頭上已經沒毛了 刮掉 每天理髮 理頭髮就沒有 但是你這個身上還是有毛啊 還是有腋毛啊 腋下的毛啊 腦外的毛更多 他在背後有毛 腦外的背後啊 按照佛經講的 他有時候摸Andy的背 Andy 他的先生 佛經講摸他的背 就好像在摸地毯一樣 天啊 這背上都是地毯 哇 胸前 那是毛毯 那老外全身都是毛啊 那毛就變成樹木 變成樹木 你的皮膚就變成大地 骨頭啊 肉啊 這骨頭就變成石頭 大地裡面的石頭 日夜 那個水啊 就變成河流 湖泊 就是這樣 這樣子的 那麼烘呢 就是空氣 烘就是空氣 地 水 佛 佛呢 就是在地底下的 裡面的那個溫度 地熱就是佛 這種 這些一種粗的變化 佩粗極界 剛剛開始的時候 四如意足 就是我定 心定 極定 精靜定 四種叫做四神族 我定是外向 心定是內向 集合起來做 叫做極定 精靜定 常常做禅定 就叫做四神族 他配的是初極的果 初極 你在修行的初極 這樣大家都懂了 為什麼四神族要配初極 再來 四念柱配中極 什麼叫四念柱 四念柱已經很高了耶 他只是在中極耶 色界天 這個 一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天 有四空天 叫做四念柱 四空天 又叫做四念柱 也就是空無邊柱 四無邊柱 空是 無所有柱 第三個境界 第四個境界 非想 非想 非非想 非非想 觸天觸 這就是四空天 以四空天 配中極界 在道國裡面 它配中極 中極程度 你已經到了四空天 你已經到了四空天 已經到了四空天 就是在中極 這個初極呢 是小學初中 中極是到高中 大學 中極到高中大學 四念柱 四念柱 修行 你進到了 空無邊柱 四無邊柱 四無邊柱 無所有柱 非想 非非想 柱 就是四念柱 空無邊柱 空無邊柱 空是無邊的 你進入空境 空無邊的 四無邊 就是你剩下意識 剩下一點意識 也是無邊的 無所有 在那個無所有的境界 你看不到房子 看不到車子 看不到山河大地 什麼都沒有 棄世界什麼都沒有 無所有 什麼都無所有 你到了無所有的時候 你才知道 以前所有的 其實也都是無所有 所以不用爭什麼 無煩無腦 沒有煩沒有腦 無煩無腦 沒有煩腦 現在有人在爭的 就是有煩有腦 你在爭什麼呢 希望加薪 財 對不對 加薪就是財 你上班的人 希望老闆給我加薪 我在爭 爭什麼呢 有經理的位置 缺了 我要爭 我要當經理 這個有煩有腦 要求加薪 要求加薪 薪水多一點 有煩有腦 再來呢 你想當領導人 那選舉 像民主國家用選舉 大家選 選出一個領導人 你會競爭 就是有煩有腦 到了無所有的時候 是什麼都沒有 財色民十歲 一切的七真八寶 全部沒有 不到無所有 所以無煩無腦 開悟的人 要到這個境界 才算是終極般 你還在爭什麼呢 對不對 你如果爭獨立 那你還是有煩有腦 那還算什麼開悟呢 對不對 像台灣 他也在爭 台灣他想爭 說我是一個國家 我要加入聯合國 我自己要獨立出來 成為一個國家 那就是有煩有腦 那很多地方都在爭獨立 像愛爾蘭 像蘇格蘭 這個 是愛爾蘭還是蘇格蘭 愛爾蘭 他在 他希望獨立 西班牙也有一個地方 他在爭獨立 他在爭獨立 這個都是有煩有腦的世界 都是有煩有腦的 像我們的團隊 每一個堂都要爭獨立 如果所有的堂全部爭獨立 剩下我一個人 我還是真正獨立 我一個人就獨立 真的是獨立 真的是獨立 每一個堂都要爭獨立 將來如果是說他長 這樣子慢慢的 開始建堂 然後開始壯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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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得很大 我可以獨立了 他就獨立了 另外一個堂也就壯大壯大壯大 我可以獨立了 他也獨立了 每一個堂都獨立了 他剩下四尊一個 這個也好 獨立成佛 叫做獨立佛 這好玩 所以四念柱 到了四念柱 已經是叫做什麼呢 四念柱其實你到了最高的 非想非非搶數天 不是想 也不是不想 是不是想 非想就是不是想 又好像想 又好像不想 就是非想非非想觸天 這個天就最高的 在所有的二十八天當中 他屬於最高的 非想非非想觸天 這個四念柱的最高天 到這個地方 就叫做等絕 已經快要接近 絕悟了 快要接近 這個絕已經快要圓滿 快要接近了 你如果真正的開悟 真正的正悟了 你飛到非想非非想觸天 這個等絕的位置沒有 再進去 就是叫廟絕 廟絕就是什麼 就是佛了 就是到進入四聖界 進入四聖界 佛 菩薩 言絕 僧文 都在四聖界 比非想非非想觸天還要高 這個四念柱配什麼呢 配中級班跟大學 再來呢 最高級的啦 叫做正斷 什麼叫正斷啊 天啊 你師尊這在講什麼 把他咔嚓 就斷掉了 斷根啊 這個日本東大寺 前面有一家賣這個剪刀的 師母去看了 他很有名的 日本東大寺前面有賣剪刀 這剪刀 咔嚓 斷根了 師母就買了一個剪刀 她說這個剛剛好 這個是專門剪弱的 剪弱的 師母說剪弱的 很有意味喔 它是剪弱的 這樣這個一咔嚓就斷了 正斷什麼啊 斷掉初世間所有的一切 叫正斷 這個是配最高級的 貪咔嚓沒有 陳咔嚓沒有 知咔嚓沒有 疑咔嚓也沒有 這個至高我慢 供高我慢 咔嚓也沒有了 這樣子的修行方法 用正斷的修行方法 就是進入四聖界的方法 道國裡面講得很清楚 什麼叫正斷呢 他在這裡 修行人不能供高我慢 不可以供高我慢 師尊天天都在做懺悔 我講錯話我懺悔 我肢體動作不對我懺悔 我走的路不對 做懺悔 行動不對做懺悔 什麼事情都要懺悔 你的思想念頭歪掉 做懺悔 每天啊 你看 地藏經裡面寫的 言福體以眾生啊 一言一行 全部都是罪 你講一句話一個行動 都是錯誤的 哪裡說有人像孔子 孔子聖人 他每天都要三次的反省 那麼我們這個密教裡面 金剛心菩薩法 就是在修懺悔 念百日明咒 是補齊所有一切的缺陷 懺悔也等於是在補齊所有一切的缺陷 所以請問大家 我問一句話 你們有沒有講錯話 有 有沒有做過不好的行為 有沒有念頭歪掉 你看 深口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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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口意都沒有親近耶 怎麼不懺悔呢 師尊也有時候深口意不親近 也要懺悔 深口意不親近就是要懺悔 所以金剛心菩薩法 就是在做懺悔 我們行者懺悔是列為 我們平時所修的 剛剛開始在修的 釋迦行 釋迦行當中也要修懺悔法 沒有一個人說不用懺悔的 沒有一個人不用懺悔的 你看我們台灣的領導人 這是蔡英文 她顯前講的話 顯後講做的事 其實她也應該 我不能講她 不能講她 反正領導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 從來沒有錯的 不能夠這樣子 這樣子會供高我慢 你當作領導人你就供高 反正我做的就是 我說的就是 我做的就是 我念頭歪來也是是 那是不對的 你自己還醒還醒 就知道了 師尊有時候念頭也不是很正 那走歪了 要再把它調整回來 才能夠 意念清淨 身體清淨 火清淨 意念清淨 轉化這個三頁 成為三密 才能夠成佛 成就佛菩薩 所以這個叫正斷 斷掉什麼? 四正斷配後極 後極解 這一段話跟大家講了 這樣清楚嗎? 就清楚了 斷掉貪辰之遺難 全部把這些 這個業障全部清除掉 變成清淨了 這就是四正斷 全部斷掉 斷掉世間一切 一切煩惱 其實有四個干擾我們 一個是病魔 你生病了會干擾我們 生病了會干擾修行人 一個是煩惱魔 煩惱 產生煩惱 也會干擾我們 然後再有一個 就是病魔 煩惱魔 死魔 你老了 只要接近死亡了 也會干擾我們 要丟掉世間一切了 你會產生煩惱 你以後看不到 這個孫子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到孫子 太太也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到太太 你要死了 你所有一切的財寶 全部不能帶走 你就產生煩惱 就死魔也會干擾你 再來就是天魔 天魔也會干擾你 那個鬼呢 算小意思 什麼potato chip 就是鬼啦 很多修行人都受鬼的干擾 也這些鬼也會干擾你 所以 這些干擾全部都要棄除的 這些都屬於業障 通通都要棄除 天魔還沒有到 鬼就已經把你們嚇死了 你說是不是啊 真的是 所以四正段 他就是切斷所有的 這個四魔也全部都切斷 四魔全部都切斷 天魔 這個 煩惱魔 病魔 死魔 就切斷了 你修喜金剛 喜金剛 喜金剛剛好站在這個四魔的上面 他是降伏四魔的 喜金剛就是降伏四魔的 他腳踩著四個屍體 這四個屍體就是 天魔 煩惱魔 煩惱魔 死魔 跟這個病魔 這四個 都要給他斷除 斷除掉了 就是最高級班的大邪 這個研究所 研究所 然後拿到最高的邪位 最高的果位 在我們佛教講 我們拿到最高的果位 進入四聖界 我講個笑話吧 一個小托的師父罵徒弟 你可真稱得上是白痴啊 我們會了整晚的時間 開啟所有的保險箱 可裡面全部都是空的 那麼你這個徒弟現在才講 這是一家製造保險箱的工廠 這個小托的徒弟是進入空的境境 保險箱打開來全部都是空的 因為它是保險箱公司嘛 它在製造這個保險箱的 裡面當然都是空的嘛 你要去找的 有的放了東西裡面 在裡面的保險箱才是對的 它是找空的 這個小托的徒弟是屬於開悟的 有一個女兒跟媽媽講 媽媽 為什麼你那麼漂亮 而我長得這麼醜呢 媽媽講 因為是空氣污染嚴重 你兒講 你騙人啊 還沒有聽說過空氣污染能影響長相的 媽媽講 會的 就是因為當年啊 霧霾太重 沒看清楚你爹的臉 就是互相有關係 互相關聯 相親的時候霧霾太重 看不到臉 看它長得高高的 長得高高的 又有錢 但是沒有看到臉 就是少來一樣 就是帥 要高 富 帥 這三樣都要有 那就全了 生出來的小孩子也很美 那女兒像巴巴嗎 女兒大部分都像巴巴的 結果那巴巴的臉 在霧霾裡面看得模模糊糊 但其實這些都是相關聯 互相關聯 在密法裡面 什麼叫做初級 什麼叫中級 什麼叫高級 我們不一定給它分得那麼清楚 其實初級你做好了 就會變成中級 中級做好了 就會變成高級 高級做好了 你就真正的正道果位 是互相關聯 雖然給它分成三個階 三個階梯 其實是關聯 這個下午啊 我獨自坐在這個 斯塔巴喝咖啡 他們翻成星巴克 斯塔巴是嗎 斯塔巴是翻成星巴克喝咖啡 突然間有一個小男孩 跑過來問 姐姐 你是來相親的嗎 我說不是 然後他對著外面的一位帥哥講 叔叔你進來吧 放心的 放心吧 不是他 師尊講過 師尊喜歡 長得漂漂亮亮的 乾乾淨淨的 而且 覺得很甜的 也很美的 師尊喜歡這樣 每一個人都喜歡這樣子 不是師尊喜歡這樣子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喜歡嘛 男生啊 像我兒子佛琪啊 他在讀這個 霞頭遺物的時候啊 他回來跟我們講 這個爸爸媽媽 我身旁來了一個 真漂亮的雜佛 茶母 茶母 台灣話雜佛 雜佛就是男的 雜佛就是你的 真漂亮的雜佛 那個師母就告誡他 不可以稱為雜佛 不要講成雜佛 雜佛就好像 在台語上是比較粗一點 臺灣話比較小姐 小姐 你講小姐就好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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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水的小姐 那 我兒子也是喜歡漂亮的 對不對 珍水的雜佛 他就要娶她做太太 那他就是三女 佛琪当初也是他也喜欢 每一个男士都是喜欢 真漂亮的女儿 但是师尊喜欢 比较喜欢小女生 为什么比较喜欢小女生 你看那个十岁的依婷 依婷在哪里 在那边 依婷很可愛 她长得很甜 眼睛很漂亮 其实我真的 这个依婷是在台湾来的 马来西亚有李奇 也是长得像苏琪一样 李奇长得像苏琪一样 那平儿长得像这个 也是五官很清秀 眼睛很有智慧 但是恰伯伯 平儿啦 平儿比较恰伯伯 另外呢 这个又又 哇 很黏黏的小妖精 很黏黏的小妖精 我闻她一下 她闻我一下 我闻她一下 她闻我一下 我闻个不停的 天真无邪 还有演员呢 还有演员呢 你看演员很可愛的 又会背这个 那么小四岁 会背这个大悲咒 会背这个 百日明咒 会念高王经 都会背的 她都会背 很小她都 什么都会 她长得跟观世音菩萨 一样的慈祥 只是她阿嬷讲 她还是蛮凶的 但是每个都很可爱啊 小女生啊 每一个都很可爱很可爱的 我真的很喜欢当小男生 我不喜欢当大人 当大人哦 太麻烦了 好多的这个轰波 好多的事情 让你处理不完 小孩子都好玩 每一个都是天真无邪 很很高兴的 像雷倩 像伊婷 每一个都很好 还有那个 那个西班牙 那个西班牙的混血 在亚特兰大 敬恩 敬恩 那个眼睛好大 眼睛好像会讲话 这样子 看了都好可爱 然后我变成这个幼稚园的这个园长 带来一群这个 这个什么 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九八小八小九 一大堆的小女生 都跟我非常好 耶稣讲过一句话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耶稣也是喜欢小孩子 天真无邪 你看大人好恐怖 大人恐怖到什么程度 耶稣被自己的这个弟子 这个犹大 犹大给他出卖 让他去定十字架 定十字架 让他死 那大人很恐怖的 我还是喜欢天真无邪 太好了 这个天真无邪的这个脸 阳光的 阳光的少年 阳光的少女 多么好 我不知道那个人 这个变成大人以后 想不到烦恼那么多 当初的时候我就不要当大人 那你要当什么 当小人 小人也不行啊 这个有一个警察 警察在广场旁边查酒驾 有一个 一个人喝了酒 开车被警察扣住了 正要撤酒精 那个人很机智地 跑进广场的广场舞里面 跳了起来 这警察过气 一下子就发现他 因为他跟不上脚 五步 人家广场舞 跳的都是同一个姿势 你知道吗 每一个人跳的都是同一个姿势 那个 那个酒驾那个人 跳的姿势不对 跟不上那个姿势 然后就把这个 酒驾的人带走 旁边两个老头 吓坏了 妈呀 跳不好还会被抓走 当然那是污秽 那是污秽 其实你跳不好 也不会被抓走 使你患了罪 才会被抓走 同理告诉大家 大家不要最抓 不要造业 我们学佛的人最重要 不要造业 你造了业 不管你怎么样子 天地鬼神都会看到你 你造业 天地鬼神都会看到你 就绝对把你抓 抓到警察局 就会把你抓到地义 同样的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 不可以造业 学佛的人 千万不要造业 这一点最重要 这是最初级的 你要行善 不要造恶业 不要造恶业 要行善 不要造恶业 讲话要讲真实语 不要讲妄语 讲妄语 要不得 要不得的 这样大家知道吗 这个很重点 我们把你带到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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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